讲到记录第191篇主死的四方面,读经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三节,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,我一见这血,就越过你们去,我击杀埃及的投生的时候,再样必不临到你们身上面你们。 罗马书六章六节,十一节,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,是罪身灭绝,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,这样,明相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,像神在基督耶稣里,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 神分辞生命的计划,不是事后想起的。不是人堕落以后,神才想起,也许需要将神圣的生命分辞给人,这思想乃是早已在他心里的。 甚至在人堕落以前,神就要将他自己,就是将他的生命在他的儿子里赐给人。 神永远的计划,乃是要得着一个能分享他非受造生命的族类,在最近来以前,他已经以生命术的形态,将他的生命摆在亚当面前。 亚当是无罪的,他既不是有罪的,也不是圣别的。 他是凭他天然生命而活的人,他是活的魂。 罪来了,亚当与神就分开了,亚当怕献神,罪进来了,救赎的需要才进来。 在人堕落以前,人的需要单凭接受生命就能得着供应,但他没有接受生命,反而拣选了别的。 罪进来了,神就必须做比他原初计划更多的事。 救赎本身不是目的,但因着罪,救赎就成为达到目的必须的凭借。 主耶稣的工作是双重的,一,完成神的计划,二,完成人的救赎。 第二面是补救的。 主耶稣的死,不仅有补救的性质,也带着积极的意义,是完全在罪的问题以外的。 一面是补救的,为要对妇人所带进来的,另一面也是积极的,为要完成神源出的计划。 主的死有四方面,就是写丁十字架,人字的,肉,以及杯十字架。 在这四面中,有两面是围着消除魔鬼的作为和人的罪,还有两面是积极的,围着完成神的计划。 一,血是围着补救。 二,钉十字架,也是围着补救。 三,人字的,肉是围着神的计划。 四,杯十字架,也是围着神的计划。 人的需要是什么? 背腻一进来,就有了罪案的问题。 因着罪案,神与人就分开了。 二者之间有了障碍,因此给撒旦攻击的理由。 所以,人能被带回与神完满的交通里以前,需要将这罪案,攻击和定罪的理由挪开。 在亚当犯罪以前,他是个天然的人,在堕落以后,他成了旧人。 我们不仅有罪的产品,也有罪的工厂,罪行必须除去。 这样,在神面前就没有罪案。 并且,我这产生罪的工厂,也必须除去,这样就不会再有罪案。 所以,主的死有这四方面。 一,血是围着对付罪。 二,十字架是围着对付我,就是救人。 三,人字的,肉说出主在他的死里将他的生命释放出来,这生命,就是生命术所代表的。 四,背十字架是死的工作,使天然祸魂的生命留在他正确的地位上。 血血的行动是,一,向着神,二,向着人,三,向着撒旦。 基本上,血是围着神,不是围着人。 他是神所要求的,但我若不领悟血对神的价值,我就无法领悟他对我的价值。 在圣经里,提到血四百多次,在每个势力中,他总是围着神自己的。 在赎罪日,血坛在主面前七次,除了预表主耶稣的大祭司以外,没有人得以进入至圣所。 第十六,在逾越节,血是在门外给神看的,屋子里的人看不现。 生命在血中,神的义要求无罪的生命为我们的最清楚来,以满足他的义。 所以神说,我一见这些,就越过你们去。 初十二十三,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罪笔血更真实,但我们必须接受神对血的估价。 我们必须相信血对神是宝贵的,神若能接受他做我的救赎,那么我就能相信我们的罪债已经清偿。 约一章七节下半,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,在商业界,我若还债,收钱的人必须看这钱是有价值的。 神若说血够满足他的要求,事情就必如此,我对血的估价就必须照着他的估价。 结果我就得洁净脱离邪恶的良心。 来九十四,血是洁净我们的良心,不是洁净我们的心,我们知道使我们的良心洁净是何等重要。 因为没有这个,我们就不能相信,因为我们的良心若定罪我们,信心就漏掉。 许多人的试探是以为,除非他们的生活达到他们所看见神的标准,他们就无法带着信心来到神面前。 但血是我亲近神的路,我就近神,总是放胆的,因为这与我的成就或圣别无关。 血是唯一需要的,也是绝对足够的。 我初次来到主面前,是极血的亲近,以后每次来到他面前,都是极血的亲近。 苦修不会使我更容易就近他。 血是我唯一的辩解。 我们的良心在神面前真正的捷径,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 来十二,从这立场,我们就能面对仇敌,并且他要将我们带到定罪之下的一切努力, 都归图然,因为血将神摆在我们这边,所以我们坦然无惧。 堕落殆尽了一样东西,使撒旦得着立足点,神就不得不将他自己撤回。 结果人就在伊甸园以外,神也在人以外。 如今,血将我们恢复到神前,也将神恢复给我们。 主耶稣的血不仅洗净我一切的罪,也洗净我每样的罪。 约117,达米一本作洗净我们每样的罪,包括我以为不能得赦免的罪,我不觉得的罪。 所以我凭着洗净我每样罪的血,就能行在光中,如同他在光中。 我的良心清洁,我才能胜过撒旦。 他的攻击是基于他的控告,我若接受这些控告,我就倒下去了。 为什么我恢复在他的控告之下,并相信这些控告,因为我仍盼望有某种我自己的义。 我在自己里面也许常常失望,但神对我从不失望,因为他对我没有盼望。 我若接受神对我的判决,就是在我里头没有良善,并断定自己只配死。 我若看见血付了代价,并且为我每一样的罪付了足够有余的代价,撒旦就不会有攻击的理由。 我唯一的态度是,主,我不能盼望更好,但你的血总是足够的。 十字架,主死也是叫我们死。 他是末后的亚当,代表整个亚当受造的族类,他将每个亚当的子孙都聚集在他自己里面,并且对神而言,他在他的死里已将整个族类带到尽头。 请注意罗马六章的次序。 我们知道,然后我们就能算。 十一,看执意算,罗马六章十一节及其强调算,有人以为这是说,我必须算,好产生我所必须有的死,并且这全是由我开始的。 但事实上,主已将我们包含在他的死里,他做成了一些事,并且把我们包含在他的钉十字架里。 这里的次序是,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,当算自己是死的,我们不是围着死而算。 我们乃是看见我们是死的,然后我们在这地位上借着受尽见证这事。 人死了,我们通常对他死的身体做什么? 将他埋葬,埋葬是人死后的事,可探有人竟以埋葬为致死的凭借。 除非我们已看见我们死了,否则我们绝不该受尽。 我的埋葬是我对十字架上知死的回应,每件事都是基于这点。 除非我们看见这个基础,否则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会落到修行的性质里,受尽不是见证我们围着我们的救恩而相信基督, 乃是见证我们看见了在死与复活里与他联合的启示。 神将我包含在他儿子的死里,好使我能在基督里与他联合。 你们的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。 临前一三十,神将我放在基督里,这就如我将一张纸夹在书里,书如何,纸也就如何。 我的救人已经钉十字架。 你找不到圣经里有说将来钉十字架的。 如今,这成了信心的事。 算的秘诀是什么? 就是看见主所已经做成之事的启示。 不是向着死而算,乃是从死的事实算起。 算的路就是在基督耶稣里。 所以,主的死补救的两面在神面前除去我的罪,以及从我除去我自己对付了亚当所带进来的一切,凭着这两面,人就被带回到亚当堕落以前的光景。 人字的,肉创世纪说到亚当,夏娃和泪骨。 二,以福所书说到基督,教会河水。 五,约翰福音说到水,血和泪旁。 十九三十四,神不仅仅要补救,随着亚当所进来的。 他要得这一个,他能将自己的生命分次到其中的族来。 他要他们的这他的生命,并在生命里与他成为一,唯有如此,才能使他满足。 唯有如此,才能击败仇敌任何可能的叛乱。 以福所五章,是唯一是这节诗创世纪二章的一章,在以福所书,我们也看见相当奇特的事。 我们受了教导,我们是罪人,并且需要救恩,但神不仅仅要补救随着亚当所带进来的,他要得这一般有他自己生命的人。 我们以为得救的罪人就是教会,但这样得救的罪人不是教会,因为他们把以往一些消极的东西带进来。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,福一二十三,关于这点没有提到罪。 基督必须的这一个身体,借此彰显他的生命。 以福所书有他死的一面,与别处相当不同。 以福所五章的,爱是丈夫对妻子的爱,不是基督对罪人的爱。 这里所看见的是教会,不是罪人的问题。 保罗用创世纪二章为例,说明这一点。 我们的眼睛若被开启,看见这事,我们必定会敬拜。 在旧约里,有许多主死的预表,但保罗一个也没有使用。 他使用创世纪二章的预表,这是一个与罪无关的预表,因为是在罪进来以前。 神使亚当沉睡,不是因为有人犯了错,乃是要从他取出一样东西,造成一个人。 为了创造夏娃,就从他取出一条肋骨,造成夏娃。 所以,有主死的另一面,与赎罪或补救无关,乃是围着一个目的,造出教会,以带尽身体,做他自己生命的彰显。 夏娃是教会的预表。 神使亚当沉睡,主死的这一面是睡了。 我们说基督徒是睡了,不是死了。 每当提到死,就是有罪在背后。 亚当的沉睡,是指一种没有罪在其中的死。 这是在创世纪三章以前,在最引进以前。 夏娃是取自亚当。 他不是一个分开的造物。 夏娃预表教会,乃是取自末后亚当的身体,做他的心腹。 或者换句话说,神要使他的独生子成为带同许多弟兄的长子,他要使一粒麦子成为许多子粒。 神的心愿是要得着许多儿子。 约翰十九章三十四节说到被扎的肋旁,水和血。 血说到基督赎罪的死,水说到借着他非赎罪的死,所释放的生命。 这是留自他的肋旁,留自他的心。 神的计划是要我们都有份于他的生命。 血将罪涂抹掉,而十字架将我涂抹掉。 但我们被造不是要得救赎。 救赎不过是将我们带回神永远的计划,就是使我们的这儿子的名分,使我们成为有份于神生命的人。 主耶稣借着他的死将我们带回神的计划,并且在他的死里将他的生命是放出来。 我们接受主耶稣时,就得着亚当从未得着的东西,因为亚当从未得着生命术所代表神的生命。 约翰十二章和路加十二章指明,基督的死有一面,单单是围着释放生命。 只有一位有神的生命,那一位必须死,好释放那生命。 一粒麦子里有生命,但他必须死,好产生许多子粒。 第一个子粒的死,不是要为其他的子粒赎罪,乃是要产生它们。 路加十二章五十节,我有荡寿的剑还没有成就,我是何等的迫切呢? 这里的迫切是受困魄的意思。 主被压,被炸,被拦阻,他的出路在那里,我有荡寿的剑,主必须借着死释放他自己,使我们能接受他。 他说他来要把火丢在地上,这火就是圣灵的火,是众人里面的这他的灵。 这样,基督就不仅与我们同在,也在我们里面。 主的死还有,人子的,肉这一面。 在吃逾月节的羊羔时,血是围着神,肉是围着家里的人。 血不是给人吃的,乃是给神看的,但在血底下我吃肉,预备我走旷野的路,使我有能力出去。 在立位纪的各种纪里,肉总是给祭司和立位人吃的。 约翰六章强调肉,不强调写,四次将肉和血想提并论,都是先提到肉,在这四次之前有两次,之后又有两次,提到吃没有提到喝,因此是强调肉。 这里的肉是正面的,我所要赐的粮,就是我的肉,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 五十一下,粮,饼,饼,饼,是在神的计划中,而血是在神补救的一面。 我们总是将主的晚餐说成薄饼,而不是说成喝杯。 饼总是放在酒之前,因为一个是在神的计划中,另一个是补救的。 肉包括血。 门上若没有血,屋里就没有肉。 主说,吃我肉的人,也要因我活着。 五十七下,我们认识什么是因主活着魔,在他以外,我们没有生命,我们不能做什么。 这就是为神魔他总是想要剥夺我们,并将我们放在艰难的环境里,好使我们学习,平踏而活。 我们有些人,有敏锐的心思和头脑,然而我们从未学会这功课,就是没有神,我们就无法领会神的话。 神必须剥夺我们的智慧,我们心智的能力,敏锐的头脑等等,叫我们学习凭他并因他而活。 我甚至必须围着我的身体,从他接受生命。 我因他活着。 主在此做了一个比较,我因父活着,照样,吃我肉的人,也要因我活着。 五十七,不是神自我能力,使我刚强,乃是主在我里面的生命,使我刚强。 难处增加的目的,只为着剥夺我们天然的机制。 我们被放在无妄的环境里,我们求这环境除去,但主要我们学习,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 临后十二九,我们的恩典不够用,但主的恩典够用。 保罗总是软弱。 主必须将我们带到一个境地,我们要说,主,我简直无法生存。 一位弟兄曾说,主总是要暴露我的不是,借着一次又一次的经历,我们学习凭主而活。 主将我们放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,我们试着应付这些环境,但我们被带到一个境地,对环境不能做什么。 我们的态度该如何,我不能,所以我甚至不要事了。 我什么都不要做。 主,唯我做这事,我们学习凭他而活,于是我们发现做成这事的是他。 愿我们这种经历天天增加,这就要成为我们生活的态度。 约一五章十二节说,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,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,生命在神儿子里面,不在别处,在他以外,就无法得着生命。 我若与活得主有正确的关系,他的生命就要自动成为我的。 有人相信,我们的救恩和圣别都在于血。 有些人进一步相信,神要拯救我们,脱离救人。 还有些人觉得,我们必须将自己奉献给主。 我们必须有血,我们的救人必须在十字架上受兑付,我们也必须将自己交给主,让他在我们里面产生他所要的。 我们的态度该是,主,我信靠你在我里面造出我所需要的,并且在我里面成为我所需要的,信心将主带进来。 信心说,主,我不能做这事,你来成为我所需要的一切。 临前一章三十节说到,基督耶稣成为我所需要的一切。 神不是给我们一剂量的圣别。 圣别就是主在我里面,活出他圣别的生命,他就是我的圣别。 他也是我的忍耐,等等。 我们必须相信这个。 秘诀不是常识,乃是信靠。 信靠与常识之间的不同,乃是天上与地狱之别。 我说,主,我不能,所以我不要常识。 我信靠你做这事,这是从他吸取生命,以他为我们的生命,让他在我们里面活出他的生命。 这不是被动,因为这包含最活跃的合作与信心。 背十字架,关于基督的死,还有背十字架的一面。 太时刻八路十七约十二林后,四肥三十。 这是十字架的第四面,就是要让十字架成为我们生活的管制原则,天天让十字架除去我们天然的生命和能力。 这样,天然的生命和能力就不会照着自己而行动,也不会维护自己。 要摸着我们问题的核心,我们必须对复魂的问题。 这样,主耶稣的死或杀死,就会在我里面是放病显明他的生命。 主有意要让我们看见,我们只能凭他的生命而活。 试炼和难处临到,是要向我们证明这事。 基督徒生活的真正意义,一点不差,就是基督。 他乃是生命。 活在律法之下是什么意思? 意思就是神要求我某事,而我是著作这事。 活在恩典之下是什么意思? 意思就是神仍要求某事,但基督在我里面做这事。 生命的本身不是目的,乃是完全达到神目的的凭借。 我们需要区别的罪人,罪的制造者,与魂,就是天然的能力,照着人向神独立的己而行动的能力。 己未必是有罪的,但他总是远离神的旨意。 有时候己相当公义,几乎是圣别的。 我们的罪和我们的救人若受了对付,我们就回到亚当堕落以前的境地。 我们的问题就成为亚当原初的问题,到魂向神独立而行动的问题。 魂是什么? 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人,但他有与神分开的个格。 我不求自己的意思,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 约五三十下,主受试探的真正意义是,撒旦想要使他照着自己行动,因此放弃他对神完全的依靠。 人照着自己行动,那就是魂。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。 约五十九,这就是说没有什么源于他。 魂的问题不在于罪,乃在于独立,没有神的帮助,还能做许多事。 我们的危机,是我们能凭自己的能力而活我能计划。 我能定义,这就是为什么神将我们带到十字架的另一面,借着天天背十字架而对付魂。 我们需要区别十字架的两面。 一,十字架的钉死,成就了对付肉体的事。 二,背十字架,借着逐步地跟随,实现在每天的过程中对付极。 对付魂,乃是十字架的第二面。 十字架加诸于魂,死死的母子,十字架的标记,能不断地将魂谋成于主的死,使其降服于那灵。 马太十章三十七至三十九结魂是我们情爱之所在。 许多的行动和定义都受我们情爱的影响。 所以主必须说,爱父母过于爱我的,不配做我的门徒,为我失丧魂生命的,将要得着魂生命。 另一,我必须失丧魂,这就是说,我不能满足魂的意愿,我必须不理魂的要求。 某种隐秘的爱,也须使我偏离,不能完全地跟随主。 马可八章三十二至三十五节,彼得实际上是对主说,怜悯你自己,主的回答是厉害的责备。 魂的愿望是保全自己,但为了与神一同往前,我们必须违反我们自己。 我惧怕神的旨意魔,我喜欢神的旨意魔,和受恩姊妹曾说,主,我愿意破碎我的心,使我能满足你的心,若没有魂与灵的掺杂,一切都是出于灵,那魔神的旨意对我就是一切,我就不会流泪同情我的肉体。 路加十七章三十二至三十四节,这里是说到,人对被提的反应,问题是在于魂生命被地上的事物所霸占。 我对家人的要求,是奉的权益等,有什么反应?我若照着魂而活,我的反应就无法是正确的。 所以,这里说到,要丧掉魂生命。 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,结果子来自失丧我们的魂。 在杰出许多子力以前,我们那一部分必须失去魂。 为什么我们里面生命的彰显这样少? 因为魂的能力包里并包围着生命。 我们凭自己生活、做事、行动。 在魂生命失丧以前,十字架必须进来。 请注意二十五节说到失丧魂。 在受事叹的时候,极要抵挡,但任何靠着己的抵挡而有的得胜都是假冒的得胜。 唯有主在我们里面所做的,才是真正的拯救。 我们的态度该是,主,我不能做什么,所以我不想要做什么。 主,你来做。 这样挖去天然的生命,是我们必须过得确定的观。 有些人的魂比别人强,主就必须进来破碎一切,直到没有自信留下。 只要有什么给我信靠,我就会有自信。 这就是维持摩,神必须挖去一切自信的理由。 唯有我们失去一切的自信,破碎才有可能。 摩西曾经是说话行事,都有才能。 图七二十二,但他必须被带到一个境地,承认我,不是能言的人。 初四十,那些魂生命受了十字架对付的人,有恐惧战惊之灵的记号。 他们只对主有确信,并且非常柔软地与他同行。 腓利比三章十节,我无法认识他和他复活的大能,除非我愿意让死的印几十字架印在我的魂生命上。 我必须被带到不相信自己的境地。 这是生命的过程,是天天背起十字架。 任何自信都必须除去。 任何关于圣别获得圣的教训都是不足道的,除非己,己的能力先受对付。 主所要的是完全的依靠。 他不要任何人向他独立行动。 他不要我们为他做什么。 神是唯一的工作者,唯一的创始者。 我的分就是与他配合。 我不能做别的。 我们必须完全地认识他的死,认识他死的四方面。 在十字架上我看见神对我真实的评价。 我只是和死,所以我甚至不会想讨神喜悦。 这不是被动,乃是主动的信心。 我拒绝凭自己而活。 我拣选完全以靠身而活。 我也要让十字架在我里面做更深的挖掘工作,好使我磨成他的死。 因此呢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